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当局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将于5月6日启程赴大陆,并率王室中卿90余人进行为期三天的祭祖寻耕之旅。 日前,中兴社记者来到王金平的主基地福建隆海市角美镇白礁村实地探访。 白礁村地处闽南张夏交界的中心地带,共有村民5500多人,外来人口约2万人。 白礁村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礁慈祭工,即王室家庙、潘室古民居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 因畅宽公司、金融客车、林德气体、喜银门家具等众多规模企业聚集,而成为张州富裕的乡村。 穿过白礁慈祭主工牌坊,便进入了白礁村。 与昔日贫穷破落的景象不同的是,如今的白礁村,到处坐落着各式各样的新楼房, 村中老人会的院子内,聚集着不少老人悠闲着打牌闲聊, 整个村庄既充满现代气息又不乏质朴的生活乐趣。 穿越繁忙的铁路轨道走过小巷,白礁王室家庙便出现在眼前。 连累来,村民们忙着修整街道粉刷修器家庙,布置装点公园。 王金平要回到白礁村的消息传来,村民们兴奋不已。 王金平就是因为非常多年了,就是要想回来。 他就是今年的机会是非常好,他回来祭祀是非常高兴。 这次我们村的丸氏中青都听说那个王金平要回来祭祀, 大家都心情非常高兴。 你看我们修理了,家庙修理了,还有祖文,祖文也修修了,就非常非常好。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,还凌王金平回来祭祀。 白礁王室家庙虽然不大,但是历史悠久,实践于明甲午年间。 祠堂坐北朝南,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。 整座宗池的建筑风格采用典型的闽南红装大错格局。 在祠堂中央有一块牌匾,上书《试想堂》三个字。 王金平提写的《祖德千秋》的牌匾也高高悬挂。 据史料记载,王室源自河南光州故史县, 唐木王审之路鸣成为王室开鸣始祖。 袁末明初,闽王十四世孙,王继龙居于福州南台。 其长子幼泰在明灭元时,未缘境节。 后期帝幼封携带长兄的三位幼子避战乱到白礁定居。 致明末清初,白礁王室后人随郑成功赴台。 王金平在我们这边是第二十代,第二十代孙,白礁王室。 他祖先是王伦一,他是白礁帝时代孙,他是明永历十五年随郑成功到台湾去的。 他有祖父过来对接,对接。 他祖父上也写着,他是福建省前州府同安县,既山里二十都白礁。 他的祖父就这样写,通过祖父来找到的。 记者了解到,王金平家族对祖籍地的寻找花费了大量的心力。 直到2005年,两岸王室相认,中断了多年的亲情,终于重新许上。 王永光告诉记者,近年来,两岸王室中青往来密切。 此方王金平回到祖籍地,当地中青也将以最高的礼数迎接他的到来。 到时候差不多有三百年的王室中青到去跟他迎接。 那还有什么古业啦,还有师队啦,什么都非常热闹。 肯定是热闹的啦,肯定是非常热闹的。